我叫蔡文轩,来自马来西亚 机缘巧合之下来到浙江传媒学院学习 我所热爱的是香专业 在这次留学生交流活动中 第一次与中国浙江上山文化遗址邂逅的我 就被七年代之久远深深的震撼了 当我来到山泰文化遗址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竟然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地方拥有一万年的历史 因为在自己本身,自己国家就是历史遗迹的地方 就根本看不到就是有那么悠久历史的一些遗迹 所以就感觉非常的好奇 拥有一万年历史的地方是长什么样子 这是我二十年以来第一次真实的接触 万年以前珍贵的文物 他们被工作人员一个个精心的摆放在暂停之中 让我们参观 据我所知,上山文化遗址最出名的便是它的三个最早 农业的起源 定居村落的开始 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遗址 学会使用工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上山周围最早的稻米起源 在博物馆中,导游带我们参观了早期水稻的收割工具 黏膜去皮工具 它们都有人工打磨石头制成 即使是过了一万年 出土后沉列在斩窗里的石器 依然大致保持着轮廓形状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颗增管之宝 这颗碳化道米出自万年前寻 化初期的原始稻谷 很难想象 华夏的人工水稻在如此早期就已经出现 甚至在上山遗址发现了较为完整的稻谷采栽 以及加工链 这让我惊叹于一万年前中国祖先的勤劳与智慧 我们试想一下万年前的金华普将上山人 手持采栽工具 在肥沃的稻田中采集稻谷 风吹道浪 道香扑壁 在田中兴起 劳作一天 人们满载耳归回到村落 让我也没想到的地方就是 上山文化遗址这个地方竟然是种植水稻最早的一个起源地 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上山这个地方是证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 见证 从发掘出来的道具一直到种植水稻的方法 在展馆中可以参观到做工精致的彩陶生活用品 如大陶碗 陶罐 陶制的碟子等等 它们大多掉色严重变得斑驳 但是可以从局部完好的色彩想象出曾经精致艳丽的样子 这时 一件彩陶壶引起了我的注意 橘黄色的外表布满了列纹 据导流介绍 考古人员在湖内发现了上山人酿酒的证据 由此推测 当年的上山人已经掌握了酿酒的技术 而这个布满列纹的彩陶壶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成酒器具 除此之外 上山谷村落的建筑也很有特色 考古人员在发掘坑中找到了访问建造的依据 根据复原建筑 我们可以观赏到古上山人的橄榄式 地面式建筑 站在建筑前 好事跨越时空 生活在万年前上山村落 我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保存如此之好潜历史悠久的文物 我认为 中国的文物保护这方面做得非常优秀 我要把我的上山遗址看到的影像记录下来 同时 我也希望全世界的文物和遗址 能更好地得到保存 更好保护 能更好地得到保存 更好保护 香港与我想建筑价格的文物 所欣贡货的文物 共识能令人感应快 海军之間的蒸入 我们所欣负的原本 终于您的信息 加水 坏 我们看到大家在阳光大学 可以对海军人的圆石 卑南 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